天气变化大加上下雨影响到民众的捐血医院 尤其气温骤降诱发吸血管疾病 医院的用血量是明显增加 花莲捐血再表示说 四种血型的血液库存量都不够四天 已经非常欠缺了 元旦假期有三天 希望能够大家一起踊跃来捐血 即将迎接2024除了安排跨年活动 也可以安排一趟热心晚秀捐血行动 花莲捐血站表示 最近天气冷加上下雨影响民众出门捐血医院 也因为气温骤降诱发心血管疾病 医院用血量增加 目前只上A型还有五天 其他三种血型都剩三天多的库存量 呼吁民众加入晚宿捐热血活动 最近因为整个12月份之后 天气就变寒冷 天气骤降的关系 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病人用血量就大增了 又因为天气变化又下雨的 导致民众出门捐血的医院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目前我们的到截至今天12月29号早上 我们的安全库存量就不到 连四天都不到了 那其中只有A型还有个五天 那其他另外三种血型只有三天多一些而已 是很急缺的一个状况 那恳请我们的商亲朋友们 能够踊跃出来捐血 花莲捐血站表示 从29日起到元旦 有不少社团等单位举办捐血 卢青庄狮子会 第一狮子会 郑德基金会花莲分院 加勒福花莲站 中华统一促进党等 陆续在花莲捐血站 明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或远东百货和平广场 都有设点为民众就近提供捐血服务 趁着三天假期 欢迎民众晚秀加入爱心捐血血行动 再迈上2024 记者蒋帮远 华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